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弘多拉斯共和国 根据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自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期 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 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 发展两国友好关系 宏都拉斯共和国政府承认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 中华民国外交部郑重声明 宏都拉斯共和国政府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正在进行尖叫的谈判 经过沟通无效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 决定自即日起终止 和宏都拉斯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中华民国外交部郑重声明 宏都拉斯共和国政府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正在进行尖叫的谈判 经过沟通无效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 决定自即日起终止 和宏都拉斯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全面停止双边合作计划 撤离大使馆 驻散布总领事馆 技术团及电力团等相关人员 并要求宏国关闭其驻台大使馆 有关于我个人政治责任的问题 我相信跟我相处过的 我的长官我的同仁 都知道我认真和负责的态度 那有任何的责任的话 我绝对不会回避 那有关于巴拉圭的这个状况 我在立法院里面的打询 已经说过好几次 就是说我们跟巴拉圭之间的关系 是不会有问题的 那前一阵子我们才看到 巴拉圭的这个总统 阿布朵总统来台湾访问 那他来台湾访问的时候 也一再重申 就是巴拉圭会跟台湾 维持外交关系 那目前是在经过 巴拉圭是在经过 他们的这个选举的阶段 那他们的执政党的这个候选人 也跟我们维持非常良好的关系 那至于反对党的候选人 虽然说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有提出一些说要检讨 他们外交关系的这些话语 可是在上上个礼拜 有巴拉圭的这个反对党的领袖 到台湾来 也跟我们说明说 那个不是他们政党的这个政策 那我们是希望能够维系 跟巴拉圭长久的这个关系 那尤其是在经贸关系方面 我们跟巴拉圭之间的 这个贸易 已经不断的成长 那我相信巴拉圭的政府和人民 都已经清楚的感受到 有关于这方面是有白痴黑痴的 所以他们提出来的 不管他们怎么说明 这个是不会有任何的错误的 在去年的时候 洪方跟我们提出来的要求 是第一个 要协助盖一个医院 那他们把医院的这个价格 也写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4500万美金 那第二个是希望 我们帮他们盖一个水坝 这个水坝的价格是3亿美元 那另外他们希望我们吃掉 他们20亿美金的这个债务 那今年的3月13号 我们的驻洪杜拉斯大使馆 突然接到他们另外一封信 这封信是他们的外交部长 写给我的一封信 那信里面提到的这个金额 有所调整 第一个有关盖医院的这个事情 它提高到9000万美金 那有关于盖水坝的这个价格 它提高到3亿5000万美金 那另外也希望我们去 吃掉它的20亿的这个国债 那所以加起来是有24.5亿美金 它是希望我们能够协助他们 那如果要求我们给钱 而不是去实际上去执行一些合作计划的话 那我想这个不应该是我们做的事情